天才神交手 落地就是刚好 我是米妮 本期视频是米妮我首次参加小贝的自定义水友赛 等了好久 终于等到今天 好开心呀 米妮我一直都很想参加小贝组织的水友赛 和大家一起玩 终于实现了 今天这局自定义的主题是 保护人质行动 场上分为两方阵营 一方是保护小贝的保安队 另一方则是以淘汰小贝为终极目标的刺客团 负责保护小贝的保安队 统一身穿粉色时装 队伍人数为15人 武器限定只能用线弹枪 而另外一方刺客团 统一身穿白色衬衫 队伍人数是74人 武器限定只能用近战武器 然后呢 战斗的地点设定在拼层外面的战壕里 说到这里肯定有很多米粉宝宝们 认为拖击队非常有优势 因为线弹枪要打中四处乱跑的白衣军还是挺难的 而且人数又是保安队的5倍之多 小贝的性命奇迹可危 我已经听到有人在喊 阿贝必输 阿贝必输 所以迷你我主动申请加入保安队 保护小贝 阿贝必胜 是时候展现真正的技术了 表哥小贝的安危就由我来守护 游戏开始后 我们保安要先去找物资 准备好武器和弹药 收集好物资后 我们就一同前往 平常野区的战壕集中 坐等战斗开始 距离刺客行动开始 还有最后一分钟 我们保安队已经各就各位 做好了全面准备 有我们在 谁也别想伤害小贝 一个都别想靠近战壕 宝贝行动现在开始 这个拿平体锅的精神小妹好凶呀 恶话不说就冲了上来 看我的 右边有人突围了 过去支援一下 诶 奇怪了 他们居然在第一波攻势后 就不过来了 难道他们是在为下一波 更加猛烈的冲击做准备吗 不行 不能坐以待毙 我要去外面清理他们 加油 阿欧雷 哦吼 他们果然是一群人聚集在那里等待洗击 哼 你们休想通过我这道防线 想打小贝 先赢过我再说 嘿 怎么感觉好像哪里不对 难道这就是传说中的 吊虎离山之际 不妙 赶紧回去看看 果然不出我手料 有一名手持镰刀的白衣军 已经混入我们的战壕中 正在追近阿贝 给我住手 轻松击倒 哼 有我神枪手迷你载 休想伤害我表哥 打个药补充补充状态 继继继继继继续白衣军 要轻松解决一个 现在场上只剩下43名玩家 超过半数的白衣军已经被歼灭 胜利就在眼前了 什么 小贝怎么被击倒了 怎么回事 不对 这个名字好像不是他 吓死我了 还是趁早解决他们 免得夜长梦多 听你的差不多了 回去看看阿贝在干嘛 这个葫芦娃单枪匹马突击成功 干掉了小贝 没想到最后还是被翻盘了 小贝对不起 已经个礼 黄哥屁臭死你 最后喜欢迷你视频的 记得点赞加关注 后续还会更新于小贝的 有趣自定义 拜拜